Simon 若然要做涌出入便利的優勢 而且又想享受陸地舒適的居住環境 如雨紅掌 是否不可兼得呢 當然不是啦 既得作為市區小優的大型發展 規劃可以說是相當完善 集住宅 商業 文魚康太於一身 綠化及公共空間的面積佔了整區的三成 加上港鐵啟德站已經啟用 所以近年推銷的新盤反應都相當理想 如果想進駐這裏 最新遊行基地產推出的The Hany 就不可以錯過了 除了鄰近港鐵啟德站之外 景觀亦都相當紮實 項目前臨啟德體育園 不少的單位都可以享有開揚的 啟德體育園景致和海景 景觀亦都教啟德站一大的屋苑更加優勝 項目一共分為三期發展 率先推出的第一期涉及479房 間隔由開放式去到三房 零設少量的特色戶 項目亦都設有住客會所 提供多元化的消限設施 包括游泳池、健身室、兒童遊樂室 等等 先來參觀一下示範單位 сначала真的記得繼續收拾電車 不可能卻在這裡 太 gumden化的獲 gadget 不可能卻會請失控堂 混合是怎樣你 會 raus 陪你來 проблем 沒關係 之後 有VO sewer 平 i know you i know you 啟德发展区总面积超过320公顷 不少用作商用或者办公室用途 配合政府启动九龙东计划 啟德会同九龙湾以及观塘一带 成为第二个核心商业区 政府也陆续将部门搬入来啟德 包括早年乐成的工业贸易大楼 以及兴建当中的税务大楼 而区内的商业发展也都渐渐成熟 大型商业项目ASI预计在2022年乐成 ASI里面是一个47层高的商业大楼 去组合移成的 当中有120万平方尺会做甲级写字楼 另外还有70万平方尺也会做零售面积 相信未来有那么多的商业大厦也都陆续落成 我们在这个区内的买卖交投也都会继续攀升 另外在那么多高端的租客来到我们这区 相信租金也都会不断攀升 交通配套也是置业需要考虑的重要一环 顾目轮近港铁的啟德站 当沙中线全面啟用之后 要去港铁的汇展和金钟站 都只是需要大约10分钟的车程 而项目附近也都有多条的巴士路线 方便穿梭港九各区 除此之外 政府计划进一步加强啟德的交通配套 并且引入环保元素 例如采用电动车 行驶区内的巴士和小巴路线 以及设置水上的的士站 连接洪陷 尖东 西九和中环 至于救命选择方面 现在就可以去到附近的Mikiki 或者Mega Box 而除了刚提及的ASI之外 启德也还有其他大型的商业项目 也有地下救物街 全场超过1500米 可以由港铁的启德站 行去宋皇台站 也可以连接深浦江和九龙城一带 去到九龙城 更加可以品尝一下特色的美食 其实在启德里面很多消闲地方 现在的居民也可以去到启德的游轮码头 或者去到跑道公园 也可以做一些运动 强身健体 也可以一家大小在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草坯地 也可以享受一些野餐来取一些乐趣 除此之外 项目隔离就是建的启德体育园 体育园的面积大概是28公顷 暂时来说也属于全香港最大型的体育公园 也可以举行一些不同类型的国际体育城市 或者是一些民喻活动 住客也可以很兴奏地参与其中 而体育园附近也计划兴建都会公园 落城之后又再多一个休闲的好去处 另外区内也正计划兴建13公里长的单车径 首阶段预计在2023年落城 居民到时踩单车就可以轻松穿梭汽德区内 至于校网方面 小学属于34校网 包括陈穗奇那沙小学 协欣中学附属小学 中学就属于九龙城区 包括那沙书院 马利诺修院学校等等 同样都属于不少家长追捧的名校网 东网记者中新闻报道 是 对 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